授期典礼是由中华全国足球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登主持的。 将在明天上午11点半,扎基前往日本的是我国的青年代表队。 他们和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同列第二组。 到了日本之后,将在本月24号首战第五国日本队。 另外一个队,熊峰队,将在下月1号到韩国参加5月2号在汉城开始的第一届蒲正西杯足球赛。 我国在这个比赛里面是和缅甸、印尼、越南同列第二组。 熊峰队将在5月3号首战缅甸。